大家一起為韓國瑜加油 國瑜 國瑜 韓國瑜 不會逢雨 台南韓粉穿著雨衣搖動起來 莫斯觸動電子引營車更上架超大電子看板 要跟綠營輪波拼輸贏 就是為了要迎接韓國瑜元旦 將來台南升旗 當然是為了韓國瑜市長到台南地區來升旗 做一個暖場的作用 我們希望能夠號召出更多的人 至少有2000人來參加這個升旗典禮 我們九部機車已經繞了總統府三圈 就贏著韓總統的大旗 我們就是要讓韓總統韓國瑜 2020年簽進總統府 肉血韓粉將Q版韓國瑜娃娃 放在機車頭上爬爬燥 用行動幫韓國瑜衝聲量 要讓綠道出資的台南市再度掀起韓流 我們要救台灣 好不好 我們大家加油 中華民國萬歲 對 但台南市照看板沒有用的 要實地有基礎服務 地方的服務才有用的 韓反門士氣大政因為 人大韓國瑜特地來台南升旗 選前黃金週末 還要在台南舉辦大型造勢活動 不過利用升旗來造勢 讓地主不以為然 是一個對國家的表示 對國旗的表示 還是一個選舉的活動而已 那我們建議其實如果真的有心好了 那就韓市長可以高雄升完來台南 台南升完去嘉義 嘉義升完去台中 一直升到下午都還可以 大蒜韓國瑜假升旗真選舉 不過綠營也沒閒政 1月5日英德沛將聯手初級 也在台南造勢拼場 選前最後黃金週末 藍綠陣營造勢 拼人數更要拼氣勢 歡迎新聞陳妍為易立婷台南報導